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小芳的收入后 自己就开始沉浸在比较里 无法自拔 之前去莫斯科的时候 我认识了小雅 短暂接触下来 彼此很投缘 她开始拉着我 倾诉自己纠结的心事 她说自己毕业五年以来 一直从事工厂俄语业务 收入尚可 老板对她很器重 她觉得蛮有成就感 而她的大学同学小芳 也在做其他产品的外貌 良好的平台加上思维活络 去年已经年薪达到了百万 作为同样闯荡在陌生城市的老同学 去年年底的时候 小芳悄悄地和她分享着年薪的秘密 小雅猜测小芳 收入应该高于自己 但是当得知 两人之间拉开这么巨大的沟壑 她还是被深深刺激到了 那一瞬间 挫败与失落混杂 她只好尽量掩盖自己内心无以名装的酸处 哇塞 你好棒 发现自己这五年全白混了 那么努力 缘和收入却忘其降悲 一思虑 曾经工作带来的幸福感荡然无存 百万年薪成了压在她胸口的小包袱 让她无从喘息 这事让她很困扰 也非常苦恼 相信生活里有很多人如小雅一样 和身边人比着比着 就不快乐了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曾找我诉苦 连续几个月 她每天熬到夜间一两点才关灯 躺在床上 依然迟迟无法入眠 往事一幕一幕 凌迟着她的心 几番了解 才得知她是因为买房问题引起的心理憔悴 原本付了其首付的钱 眼睁睁地被翻倍的房价贬值得不像样 更要命的是 当初她身边的几个同事 却因为她的提点都率先在一线买了房 稳稳地赚了数百万 而首先提议的她 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买成 很长的一段时间 她每天机器化地看着恋家的数据 对比着价格的涨幅 与相信进出的收入 悔恨交加 她为自己做错的选择懊恼不已 反复地批斗自己的无能 但是我观察下来 她碎碎念的细间 最常提及的就是这一句 他们那么轻松地都赚了好几百万 而我却颗粒无收 诚然 凑过房价让她遗憾 可是她并非刚需 真正让她痛苦到辗转反侧的 还是与身边人的比较 带来的伤害 我们不会去比范冰冰 他们无数的房产所得 却往往不能容忍 相同领域的人 或者在意的人 曾共属于同频道 却超出了我们 才会引发羡慕嫉妒恨 这些负面情绪 都不过是比较的产物 却会让人滋生怨气 引发各种心理内好 越来越偏离自己原本的目标 不仅无异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这种盲目的比较 其实是谋杀幸福的元凶 因比较而痛苦的他们 都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只看得到了别人A面的光鲜 却没有看到他们B面的付出与际遇 事实的真相却往往是 大家各有各的得失 羡慕与嫉妒没有意义 这种比较 最终只是一场 拿力剑除伤自己的笑话 老生常谈 前段时间 一篇膜拜创始人套现15亿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刷爆朋友圈 我承认 当我读完这篇惊悚标题的全文 整个人都不好了 相信大部分人如我一样 是被这个数据吸引了进去 可是 真的被激发痛点的 其实并不是胡维维可能从被收购中巨额套现 毕竟胡维维太遥远 而是文中所提及的那些 所谓的身边的同龄人 才是唤醒你心底的挫败感的元凶 不会再有匀速前进的同龄人 你要么一记绝尘 要么被远远抛下 就算你待在原地 你缓慢成长 也是一种推补 这些措辞 之所以让阅读的人 有那么强烈的代入感 更多的是这种比较 带来的同伴压力 那些已经走远 却曾经和你平起得熟悉的名字 如果已经闪闪发亮 会重新开始刺痛你 毕竟谁的心底 没有几个比较对象呢 读书的时候 你总会有一个相近的同学 彼此默默为了承尽名次而较劲 工作了 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 职业发展与竞争 又让你困扰 结婚了 世间有种可怕的生物 叫别人家的老公与孩子 年岁渐长 变成了比拼谁更健康 拼不过其他 就拼活酒剑吧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满了无止境的比较 所以 压垮一个人的 往往不是真的生存压力 而是盲目地比较 世界那么大 你能看到多远 多少人 困有于自己的情底 盯着的 都是这渺小空间 西部的资源与空气 多少人 终其一生 都是在自己制造的牢笼里 做困兽斗 永远看不到 外面的碧海蓝天 而幸福感 也在这种比较里 与自己 渐行渐远 奥修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群鸡在院子里 有一个足球 飞过篱笆 刚好落在他们的中间 有一只公鸡 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研究了一下 然后说 我并不是在抱怨 女士们 但是请你们看看 人家隔壁母鸡的作品 邻居有伟大的事情 在发生 他们的草更翠绿 他们的玫瑰更艳丽 除了你自己之外 每一个人 似乎都非常快乐 奥修警示 因为你没有 让你自己的生命力流动 没有让你自己的喜乐成长 没有让你自己的本性开花 你觉得内在空虚 你才会去看 每一个人的存在 只有外在 可以看得到 所以盲目比较的背后 都映衬着 当事人内在的匮乏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利昂·费斯廷格指出 每个个体 都可能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 利用他人 作为比较的尺度 来进行自我评价 可是 当比较时 一旦建立了不实际的标准 这些功能 都会失效 比较中的上下跨度太大 很可能都会伤到自己 当你也深陷这一点的时候 请记得 口吻自己的内心 改变 即在当下 不要以己之短 去比别人之长 无论你深陷何地 请记得 你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不必妄自菲薄 把潜意识里的那句 我很差 替换为 我还可以更好 与其盯着自己的弱点 去比较别人的长处 突然自卑 远不如在没有对比的场景里 专注自己脚下的路 耐得住寂寞 时光 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关注你所拥有的美好 把盯着别人的目光 转到自己身上 这个世界的繁荣与冷清 都抵不过 你个体的悲欢离合 与其纠结 你所没有 所失去的 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 在孤独中 挖掘专属于自己的小缺心 去思考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然后义无反顾地去践行 酣畅淋漓地 努力一场 因为这一路的底力情形 你终会明白 外面真的没有敌人 只有你自己 愿你沉静下来 摇紧牙关 撑下去 心无旁骛地 专注自己的人生 活出余生 真正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